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公寨国站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盘国站录像 一盘是观众朋友发过我的 还有一盘是我自己打的 这两盘国站录像有一些相似 而且我这盘国站录像是我今天晚上刚打的 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两盘录像都是 特别的容易让人热血沸腾 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看一下 然后具体过程我们就看录像 看第一句录像 这位观众朋友叫九要星君四五区的玩家 感谢他发我的录像 他这里面没有什么可选的 只能选卧龙黄统 当然这个组合就已经非常好了 就选这个组合就可以了 可以把卧龙放在前面 毕竟黄统的话能藏还是多藏一会儿 卧龙前期亮的话 嘲讽是没有那么高的 其实我手牌也非常不错 对于卧龙旁统这个组合来说 藤甲这张牌简直是一张神坛 看到了就不要换了 可以无脑的装上 因为它是可以稳定的连自己烧自己 然后达到对别人成敦的伤害 所以说这个藤甲对于这个组合是一个 基本上可以说是第一神器了 这个牌自己拿个铁锁就可以 因为一轮的话 就是如果不亮亮的话 你这个铁锁是可以直接用掉的 而梅花的话你还得亮旁锁 这个曹人直接三选曹人之间 起牌蹲坑 基本上是个卖血的 不然的话不会蹲坑 而且他既然选择手量 应该也不是真鸡 真鸡的话 他既然曹人要选择手上 真鸡也没有要藏 也会手量摸牌了 群域的话也不太可能 基本上就是剩下的三选卖血的 什么国家曹夫基 司马之类的 170的直接开了一个万键 开出一个恐龙了 这个人应该不是个无果 从正常角度来说 不然的话 在有卫国这个三选曼写 从下你还开万键 不太好 他直接也跳了一个飞味 去杀这个曹人 好恐龙继续杀曹人 果然是个国家 这个还是仰赖一贯的名将护杀 桃子他给了170的 因为他觉得170没有打他 而选择了打国家 这个牌的话 这个牌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挂层甲 挂斧 然后过拆 把这个170的加1拆掉 然后那个铁锁流续报一下 其他牌牌基本上就先不用出了 因为都是梅花吧 那你这样出的话 可以续报一下挂层甲 他当时选择开南蛮 那南蛮如果是我不会开的 因为没有必要 首先手牌没有溢出 其次这样南蛮上梅花 另外的话 这时候开 你首先打不了恐龙 也打不了国家 国家这么一堆牌肯定有杀 南蛮可以完全可以续报一下 好 这个大嘴宗室也这样 幸好 童甲神器 不然你这 被射死都没人说理一下 因为有宗室 你这个卧龙和房统是完全亮不了 不过你这么打的话 当然袁绍总是有一种错觉 你也是群雄 看看到底是谁给谁打工 反正是我的话 我这个南蛮是可能不会放的 马上上飞死于非命 被收了 这个时候就是有什么也亮不了 没有办法 国家是被翻了也是亮不了 他说他给误过打工 这哪里有误过 这都是还是马克国家司马之类的 更加果然是神器 不只是只是输出神器 这也还是防御端的神器 192个就托管了 不动了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那就不管他了 不管他不想玩了 好 关于胃炎亮将 这个时候肯定要亮 这没有任何悬念的亮将 刹一刀看能不能收脚 还能吸一下血 好 这救了一下 那就不是鼠了 毕竟是群了 哎呦 马老板来了 这一个大开的 爽 简直爽歪歪了 爽的不要不要的 直接193 看看能不能带走这个曹人国家 好了 成功带走 看看是不是考虑把他讲的 开个桃圆稳一下 因为毕竟人数多嘛 优势局 开个桃圆稳一下 这个时候这个武器也没必要的 因为手里这张黑牌是一张梅花 一会可以通过贴后 贴左连环打出大面移的伤害 这个铜甲就是如祸害 那不拆铜甲 决斗 这个时候沃龙这张梅花也没必要的 让他收了 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梅花牌 关于胃炎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作用 那个已经脱管了 就靠自己了 不要管它了 这个时候亮将 这张牌怎么办 两张梅花 这张梅花所以说不要打 这两张梅花把自己 和他们都连起来 这个时候你不要管他 他爱是什么是什么 直接一块带走了 因为你已经没牌了 而且你要考虑到结算 结算顺序 就这个时候你比如 你火攻自己 结算顺序是先这个袁绍 都是 然后是这个人 以后才是后面这班人 你先看一下 而且你这个时候没牌了 就无所谓了 就堵了吗 因为你已经掠势了 你没必要再去救 如果是我 反正我肯定不会就按照 对吧 其实是我 我可能会 先用过拆 拆掉这个 拆圆绍上一张手牌 拆盘绍 咱们后桌 然后的话就不救他 堵了吗 没什么可别可救的 而且你收了外 一度摸一张牌 还有可能翻盘呢 对不对 好 幸好 收到码 不然的话 很可能差一张牌 这个就是通过贴头连环 决斗 口供 再再走 好的 按将 按将直接杀一刀再走 直接刚才把按将一块带走 看多摸一张牌 多好 这个时候劣势就堵了 没必要不堵了 今天翻盘 当然了 下一局我打的比这一局还要精彩 还要就是 还要难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下 就是今天刚打 什么情况 我弄一下 刚才那个录像有点问题 咱们继续 这局比赛是我今天刚打的 我这个里面有两位总部 旅步恐龙也还可以 旅步恐龙的话就是如果你单挑的话就是单旅步 当然你有队友的话可以配分一下 但是旅步由于是四选 他有的时候如果不要选就是你就是恐龙很难和队友配分一下 卧龙旁统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 当时我直接选了卧龙旁统的话 嗯 然后还这样我可能还是习惯性的把卧龙放在前面 这局比赛 非常非常精彩 火爆 起手就是四张杀 其实还是不错的 毕竟是能防两个男孩 而且万箭的话 我可以考虑晾卧龙的 好 这个二张直接晾将 他起手 固正把这个乐给了别人 说明他不怕被乐 很有可能就是吕萌了 接着看 然后就一百五十六的直接就弃牌了 他也没敢动二张 这里面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他就是吕萌 对吧 直接给二张牌 另一种可能就是 他想 他不敢招惹吕萌 另外还想购有点装备 大概是这个情况 当时这个吕萌 打的问题也比较大 我是觉得 就是你甭管他是不是吕 你这个五六线可以藏手里 你既然是吕萌对不对 这个你不差那一张牌对不对 你差那一张牌干什么 你那张牌就是留在手里 你什么时候想给都可以给 这个人还未必是吕 对不对 然后咱们接着看 一百九十一的也没有亮将 知己知彼也没有看 全都重录了 直接大桥才能亮将 看是一顿乐 也不看 反正一顿乐 这个时候我肯定要 这个时候我肯定要亮将了 为什么 因为二张大桥 我曾经落过这个录像 就是二张大桥两个人 二V六如果让他把钱牌都真正捡起来了 就麻烦大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让让这些人动了 不管你是什么国籍 国籍该动就得动 这个二张大桥非常阴霸的组合 当然也有堵的成分 一百九十一如果你是无 那我也没办法 这个可以无卸下自己啊 这个时候我还是不想再胖痛 因为毕竟的话 我当过龙的话 潮口没有那么高 如果过早的亮旁途 有的时候 可能会引起别人仇恨 好 这个人就跳了一个飞舞 但是他这个火工就很诡异啊 为什么 因为我去火工的大桥 大桥亮了黑桃 我没有 他这扔了一辆黑桃 然后他也没有 他不去火工一雪 大桥跑去火工那么多雪 那里蒙我当时就没看明白 难道他就故意不想让大桥死吗 就很奇怪了 这个人也跳了一个飞舞啊 二张大桥这个组合太拉筹了 这个组合出现了 肯定会被别人掐断的 这个人基本上也不是无了 因为之前这个一百六五十六 跳的非常像无 接着看一下一百五十六 到底是不是无 有 有啥大桥 好的 这个时候这把五六剑就 二张你给了就坑了吧 你把大桥给坑死了 你把五六剑本来你藏在手里 你回头想给再给 对不对 你吕蒙又不用弃牌 直接把五六剑直接 好 用藏匹 你直接就把队友给坑死 你不要盲目的给 而起手你根本就不探那张牌 对不对 你也没必要给他个距离 那个人也不是说就那么着急的需要距离 就算是无故也不是那么着急的需要距离 所以说调查不动了 就是表示不愿意拉仇份 是吧 我就顺一下下讲 好他无限 无限就跳了一个摆明的非 非鼠 那我肯定干你了 我肯定不会干明将了 对不对 你既然那你不是鼠就是群 不是 非鼠吧 标错了 不是位就是群 那我这个招肯定要干你了 不管你是位还是群 我都要干你 真姬曹丕一个小boss 不管你是位是群 我都要干你了 因为现在位和群明知是亮着两个boss 真姬曹丕不敢欺负二张去欺负貂蝉 欺负貂蝉离间不了 这个真姬就是大洛神这个养着铝蒙 随时铝蒙摸摸到联组就很可能清场 好 那就是有点不动 好 张寥亮架 我们接着看 然后去托二张和调查 还没有托 我还是觉得我比较弱 看一下 是吧 第一个决斗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 没有诬陷啊 第二个决斗 我就想诬陷了 因为我真的是怕这个 造成这几个人是卫国 恶貂蝉死了 我们就没得打了 第一个诬陷 我当时没有想诬陷 就是不想拉仇恨 但是貂蝉入调的医学 如果真的是大卫 这个问题就大了 所以我还是访问一下貂蝉 这二张也看明白了 开始给这个貂蝉装备 应该是把麒麟弓拆了 拆麒麟弓 因为你这个时候也不会去杀操踢 你要进攻 其实有要进攻 貂蝉也可以 毕竟貂蝉的输出更强一点 这个时候还是要先打卫国 给我一把武器 所以我来说 我肯定要把这个164的打出来了 不管是卫还是群 就要把你打出来 加一码 杀一刀 就是把这个人要打出来 就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 借刀 他不借我的刀 借貂蝉的刀基本上不是群的 这个时候他已经暴露了 就是卫了 不然的话他不会 不会借我的 不会去借貂蝉的刀 基本上就是确定一个位了 那个刀肯定不能给他 然后结果他有个顺 他把那个 人机的距离又顺过来 基本上可以走走 确定是个位了 那这个时候下一回合 金火龙标就是个164吧 真机逃避直接挂闪念 这个你是在读 有四满吗 接着看好 199这个时候挂了一个藤甲 当然了他这个藤甲可能是不愿意扔给二张 张聊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去偷真机 他不想让真机扔太多的牌了还是干嘛 跑去扔真机 要不然就是两个人吵起来了 好 二张 怕闪念 二张也是怕有四满 把闪念给拆了 闪念还是应该动一下 他可以离间 对 他也看出来164的就不是群了 因为是群的话 不会借貂蝉的刀 对吧 他肯定借我的刀 这个时候离间可以离间让吕蒙先出 就是号一号 吕蒙啥 毕竟吕蒙万一什么时候摸到连统 这都不一定的事 对不对 杀一刀 这又可以 这个宜带王先不着急看 一会排多了再看 还不出来 还不出来 那这就索索的是个位了 已经明的不能再明的一个位过了 还不出来 这还没什么好藏了 这已经都看出来你是位了 他自己这笔看了一下169的 那169的身份 他也应该了然于兴了 这直接都连起来 他也没有连169的 藤甲都没有连 看起来这个169的应该是个位了 如果不是位的话 他肯定 肯定这个藤甲为什么还不连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是四位了 好挂闪电 你看这些人都在闪电上 都在铁锁上 他挂了一个闪电 基本上就是位了 没跑着位了 剩下我们就是三打四了 当然这两个位我可以亮了 不过这个169的基本不亮应该是个三血卖血的 回合那也没有技能 就等着别人杀他 像大家玩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 就有的时候 卫国出来有明卫的情况下 他三血他不出来 就是明卫该亮亮的时候 他三血不出来 你这时候不要盲目去打 那些打的这也是 有一个三血的明卫 他就是不亮 然后就 我们一直都不杀他 然后有个人非弹藤杀了一刀 然后结果是个玄狱 一下给另一个卫补了 死张牌一下就崩盘了 就仔细要看着 有了三血卫不亮 不要 哎呦 这个女朋友你说你 哎呦 你给还给他刀 你这把刀给的真是蛋 把这把刀给的太蛋疼了 标常也看了一下169的 我当时无懈了 是你需要这张火纱 想杀这个164的 我怕我一会摸不到杀了 你这把刀给 反之蛋疼 张牌你看也看出来 给164的开始补牌了 顺一下 看看能不能带走164的 这个这个罗 但还是非常关键 又摸到一个男妈 先杀一刀 看他妈 还是有杀的 看看草皮卖血 看他会翻谁 翻个貂肠 基本上没什么悬念了 164的169的给巡域打了 这个无限 这已经就是四位了 人的不能在里头 这个时候开一代牢 是希望过到更多的牌 然后看看能不能烧死 这个164的 我这个草皮打了一个无限 不让我开 就把黑桃用掉了 没有黑桃了 没办法 火攻 看能不能带走164的 他正好是张黑桃 没有办法 操人虚说 开兵了 然后呢 能不能出张杀 出几杀 扔闪的时候 应该是张闪 不是闪 就是陶和着酒 陶应该不是 陶应该他会吃了 应该是一张闪或者酒 好 曹丕运气不错 来一张过拆 把这个 张二张的狮子给拆掉了 这闪链如果批的话 就非常凶惨了 这果然是国家 三血不卖 不是不是三血不卖 就是三血 他几手不亮 杀了一刀 但是希望把这个曹人翻回来 看看贴锁 火工自己 你们真要拍吗 还是要把牌用掉 而且他也不想解贴锁 当然那你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火工调查 你看个牌的 对不对 火工自己 这个你是想把牌用掉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你可以看看牌吗 桃子被这个张杀 骚手给骚走了 微距的不行 去火 二张 吃桃 这都一气呵成啊 刚才闪链了 有没有四马 结果没有四马 这个二张被批了 被批了 当时我心里 一看19张牌 一个桃一个九都没有 当时就是心里 在耍凉耍凉的 然后曹丕表示 哈哈 贪心的不行了 19张牌 加一张 加一马 这一大堆牌 二张牌 再加貂蝉 貂蝉死了 这是六张牌 当时我肯定要捏牌了 我不会放弃的 对于我来说 这个时候永远 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 更何况是庞统 好 二张六说话了 说还消亡个屁 看看是不是 到底消亡个屁 我是卧龙旁统啊 我摸三张牌 再猪猿必合 摸两张 又摸两张 我现在是多少张牌 七张牌 我为什么要放弃呢 只还有一个腾奖 多好的机会 这个时候顺 如果 如果说我有属性杀 我就顺辅子了 但我现在没有属性杀 我只要顺去 顺张老师的手牌 看张老师没有 好久之类的 因为张老师还比较少 有人可能会顺辅子 你顺辅子 你就没法用这扇子 出发属性杀了 顺手牌是最好的 我需要一张梅花 好 就果然顺到一张梅花 这个牌就非常非常好 那腾奖就可以被我利用了 全部连起来 赌了 这个时候就去赌了 玩心灵 把你们全连起来 就火攻你国家 看你亮不亮黑桃 我除了黑桃 别的都有 玩心灵 看你亮不亮没花 这时候火攻用这个闪去火攻 因为其他都还有一些用 或者用 因为这个桃子是一张红桃 然后其他方片 而且这个扇子和酒 一会儿你还可以堵一下 九鼠元扎 果然玩心灵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没戏了 但是还是那句话 什么时候都不要放弃 就我一个人面对四个位 这还一堆牌 这个时候对于魏国来说 我觉得你可以选择性的死亡几个人 你如果都把这个曹人吃 是这口酒吃的是非常错误的 这口酒明显应该留给桃梯的 国家收入桃子倒是不少 这个张聊两个说牌 说牌就说吧 你送了 送淘宾 继续 我继续都联系了 这个时候为了保证火攻的命中率 就活我自己了 因为可以活死国家的 我就不再去赌了 这个时候也没必要赌 他们都是一血 直接活自己 而且国家是掉两血 由于手里已经有属性杀了 所以没必要去 这个扇子就没必要了 你收再多的牌 没有没有桃酒 都是白扯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国家也是去强保了这个曹丕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活不了了 大家可以看 现在是48张牌的曹丕真击 这个曹丕真击 想打进去只有一种办法 活动 杀南蛮无限 杀南蛮万箭 你觉得我什么都打得进去 只有火攻了 而且下午就是沃龙堂 我可以完克他 当然我不连自己也可以 我直接火攻他 因为我手里花色拳的 怎么都可以啊 而且我可以 而且我还有贴素 我可以火攻两次 他手里至少 至少得有三个条 才能救自己 这真的是惊天逆转 你如果当时直接投降了 他有的是惊天逆转 这多少经验 转到 这个旁统沃龙组合非常非常强 就是通过贴素连环强命 绝对的强命 因为他这个组合 他这个组合为什么主要密合 这个技能就是配合的恰到好处 就是连上自己 火攻必中 这局当时打出来也是 这个直播的时候 场面是非常的嗨 大家也都比较震撼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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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